台灣的台獨分子都知道一定輸 所以孤立雄說我們要推動 什麼創新小組 要不對稱的什麼 不對稱作戰 台灣從來都不對稱啊 一大小差那麼多 早就已經不對稱了 不用推動就是不對稱了 這個本來就不對稱啦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不對稱底下如何去打一個 以小博大的戰爭 他們想來想去真的想不到什麼 就把美國的武器搬過來就可以以小博大嗎 美國的武器在俄武戰爭上好像 不但沒有以小博大 好了 不提 已經很慘了 所以現在所謂融資百億 這應該是新台幣 新台幣 因為最新就5億美金嘛 5億美金 台灣缺5億美金嗎 5億美金也沒辦法這個對稱啊 對稱不了啊 差太遠了吧 還是不對稱啊 那說還有20億的融資貸款 那個5億美金是什麼概念 對融資跟貸款的不一樣在哪 軍事融資跟貸款 那個5億聽說還是要還啊 那20億啊是 一定要還 20億有利息 是這樣嗎 應該可能是這樣 我也對外面沒講清楚 為什麼這兩個是分開的 融資不就貸款嗎 不是同樣的意思嗎 第二個20億是 是要 要負 還本付息的 我現在美國利息很高耶 另外那個5億喔 他講的是 軍事援助到底要 要不要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是融資欸 軍事援助 融資 融資不就是要還的意思嗎 那為什麼講軍事援助 我也不知道 我講不客氣一點喔 台灣已經給你們了200億美金 你到現在為止 東西都沒有交 就像說我到頂太豐去 我點個小籠包 我 帳單都付了 他的 小籠包沒來 早上訂到下午坐到那邊小籠包還沒來 他弄一個小菜 我已經 200塊訂了一個小籠包還沒來 他說哎呀蔡先生對不起 我給你5塊錢小菜 那算什麼啊 對不起才給5塊錢小菜啊 通常都是20塊起跳了不是嗎 就是這個概念 我小籠包做不出來 可是我小菜櫃子你拿就有 對啊 他的利息我們台灣給他利息賺走利息不只是5億啦 那麼好幾年了嘛 以現在美國利息是5%嘛 5%的話 200億 一年5% 多少 就是 10億啦 對不對 我這樣算對不對 對 那已經好幾年了啦 他賺夠了吧 那你說強化 台灣對大陸的嚇阻力 多多少少有心理上的安慰不能說沒有啦 那27家軍火商拜會 賴清德啦或者其他國防部啊 這些官員 這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嘛 就是哎呀你買我的 你買我的 大家想做生意 或者說你買我的 我有一部分給你代工 或者我給你代工生意 小籠包不給然後小菜可是很多的 對啊對啊對啊 我是覺得 幾個指標 一點用處都沒有 請問一下 美國要不要賣F35給台灣 有沒有 沒有啊 對不對 那個是送路小籠包小籠包都沒出了 對啊 美國要不要賣洲際導彈給台灣 沒有啊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 一塊地美會給你美國 你把菲律賓的那個什麼 提風導彈搬來對不對 搬來高雄拼東放 你放不放 你沒有啊 所以美國是 堅守著 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 所有的軍事武器不敢跟台灣站到邊 只要台灣拿錢出來買 那你說美國會不會免費給台灣錢 軍人不可能 絕不可能 為什麼 他現在整天在跟日本 韓國 德國要錢啊 說我軍事基地在這裡 你每年給我多少錢 怎麼可能 你台灣是誰啊 他表弟是不是 對 親兄弟也不可能 美國也不可能 一定是 要錢的 對啊 川普上來要更兇 那就看著爸爸 好這個美國智庫最近有個兵推喔 就是說呢 中國大陸 要不戰而拿下台灣有幾個 四階段策略 不過剛剛蔡博士已經說了 不戰而拿下台灣是不可能的 所以 透過這四個策略也是沒辦法 這是美國智庫一個研究員寫的 這個研究員是在騙稿費用的 一點嘗試都沒有 他那個四個階段我看就好笑 他說第一個先封守 封守台灣就有時間打反封守戰爭 打反封守戰爭的時候 美軍跟其他人就有介入的機會啊 為什麼 你封守要封守幾天 你封守一個小時不叫封守 封守一個月才要封守 那你這一個月裡面你封守 那請問你 美國軍艦開到這個 西太平洋需要一個月嗎 不需要嘛 所以 封守的話對解放軍 是一個什麼 徒生困擾的事情 那再加上說 哎呀又有什麼台灣內亂啊什麼東西 我只要拿台灣管理台灣內亂外亂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無聊 那個兵推 那不叫兵推啦 是美國智庫的想定啦 兵推真的不是這樣子啦 所有的兵推做一個結論馬上開戰 就是解放軍用突襲戰術 開第一槍 全軍出動 這兩天 在520演習之後的這個就是一個 全軍出動的模式 我7點鐘宣布 我的7點45分就佈陣完成 以前中國不講佈陣嗎 就是我把我的軍隊擺到某一個戰場上的特定碟 然後他畫了幾個區塊有沒有 就是我只花45分鐘 我的戰機就已經到那個地方了 那我的軍艦也到那個地方了 就告訴你 我只要45分鐘 那 你自己台灣看得辦 這個其實對我們台灣軍隊有點難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以前軍隊準備早餐45分鐘準備不出來 還沒吃早餐不能出動 都準備不出來 哎呀 都一大早 錢弄弄弄 兩三個小時才有辦法 所以要把早餐喔 饅頭端上桌 45分鐘不夠 你說你以前喔 等那個年代喔 當四個閱兵的就更不可能 這更不可能啊 更不可能啊 那個饅頭都是老兵帶著新病做啦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可能皺紙要歪歪扭扭 絕對不可能 所以 這什麼四階段五階段 不可能不戰而拿下台灣就對了 不可能不戰 也不可能分四階段 要就是 速戰速決 一定是一階段 一階段戰力 速戰速決 好 這個 美國呢最近喔 針對這些 海外 大家說這個在 詞毀中國的一些媒體啊 或者是網紅啊等等 都有很大動作的司法偵辦的行動 這是在給中國大陸一些 善意的回應嗎 不是 美國這個國家很特殊 他對錢看得很重 錢很重要喔 即使是自己的盟友也都看得很重 這個 你要知道這個是國家的特性 就是說 父親跟兒子錢都算得清清楚楚 民族性 對 然後 台灣最近也感染到壞習慣 什麼AA制 AA制 男女朋友去約會都是各副各的 表示我有女性的平權有沒有尊嚴 我們那一代最吃虧啦 請女孩子去吃個飯 我們去同胞的 同胞制 那時候AA制會被女性同胞看不起 你不行就不要來請女朋友吃飯嘛對不對 然後美國是 80%AA制的這個國家 駐軍算清楚 斤斤計較 所以對朋友更是如此 因為他洗錢詐欺一定要處理 管你的背景是什麼 我們先看什麼叫大紀元 其實要翻成另外三個字 法輪功 就是法輪功 還有什麼 新唐人之聲是不是 新唐人 電視台 也是 也是法輪功 還有在台灣也有很多人 一看就是法輪功 比如說 明居正 這個名字出來就是法輪功 對法輪功 所以 這個 法輪功有好有壞啦 但是法輪功他的財務來源 他的資金取得方式 在世界各國 一直都存有疑慮 那只是因為他反中 反共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容忍度比較高 那現在這個 這個法輪功底下的一個財務長 那涉及到洗錢 因為 他被認為財務的來源是透過各種詐騙方式 還有出賣個資的方式 出賣個資 對 所以 很多法輪功的會員的資料就可能 或者 教徒的資料可能都 都寫 所以他被指控 細節我們不知道 但是 美國要對這種親美反中的 這種單位 要指控 一定要證據十足 不會隨便下動手 因為 跟川普的案子不一樣 他沒有政治性 之前郭文貴的案子班農的案子 同樣 方式 處理啊 這好像也有針對川普啊 因為這些感覺就是 親川普的 對 那是政治鬥爭 不過 郭文貴跟班農的確有 去詐騙人家的錢 也是因為錢的關係 詐騙人家的錢 所以大陸 美國人就是 斤斤計較 AA字 講到錢 就沒有什麼國安問題了 就沒有什麼國安問題 就沒有什麼反中問題了 沒有什麼反中問題 錢最重要 把錢弄回來最重要 對對 沒有什麼反中問題 就沒有什麼反中問題了